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1979年的1月1日 在时任总统卡特任内 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之次双方建交40周年之际 卡特在发表如何修复美中关系 并避免一场现代冷战的署名文章中 呼吁美中双方在新的一年中 找到新的共同关注点加强合作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全国最大的公务员工会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联盟 31号宣布已向联邦索赔法庭提出诉讼 工会主席考克斯在声明中说 工会成员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往往置身危险之中 停摆期间不能中断服务的职位风险有稿 政府此举有为道义 代表工会的律师行也在另一份声明中说 42万公务员需向办公室报道 但却不知何时发薪 任何雇主如有这样的行为都不能接受 何况是联邦政府 政府现在是带头违反公平劳动基准法 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已经进入第11天 当中包括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等边巡航空安全 移民执法以及刑事检控方面的公务员 均属于关键人员而需上班 总数约42万人 此外还有38万公务员被迫休假 工会代表并说 假设情况持续 部分同僚或会申请失业救济或干脆辞职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罗·惠兰 28日在莫斯科被俄罗斯以间谍罪名拘留 惠兰的家人1日表示她是无辜的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并未具体说明 惠兰所谓间谍活动的性质 惠兰的家人称 她前往莫斯科市去参加另一老兵的婚礼 但拒绝透露她目前的工作性质 美国公务院向俄方表示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美国领事馆有权与惠兰会面 目前对此案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 间谍罪可攀入狱10到20年 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 1号近距离飞越一颗昵称为天涯海角的 太阳系边缘小天体 是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次星际邂逅 在马里兰州见证着这次人类探测史上 最遥远的一次星际邂逅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及人们 无不欢呼庆祝 科学家希望新视野号能够以天涯海角为中心 拍摄一些高解像的图片传送回地球 位于太阳系边缘 一颗一搏带的小天体天涯海角 被认为是隐藏着大量冰冻岩石的小天体 它们可能还完好保存着46亿年前 太阳系刚刚形成时的信息 天涯海角距太阳大约65亿公里 比冥王星还远约16亿公里 是人类探测器第一次近距离的观测 科医搏带小天体 政府数据显示 全国公立教育体系出现辞职潮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2018年前十个月 公共教育工作者包括教师 社区学院的教师和学校心理顾问 每万人中便有83人辞职 这是自2001年政府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最高比率 根据该报道 教师离开的理由多种多样 希望获得更好的薪酬通常是主要原因 某些情况下 缺乏社区的支持也将教育工作者推向其他职位 不过由于目前失业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准 这意味着他们辞职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 2018年第三季度 公共教育工作者的薪酬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2% 华尔街日报称 这仍然低于私营部门工作人员3.1%的加薪幅度 不过尽管教师和其他教育岗位面临挑战 但他们仍比大多数人更敬业 到目前为止 美国员工的离职率是每万人中有231人 几乎是教师离职率的四倍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科学家分析发现 过去数月在多争蔓延的急性无力 急髓炎病例 每隔一年便会大规模爆发 情况一次比一次更严重 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决定成立专家小组 在为了一年尽快破解病因和治疗方法 2018年有至少186名儿童 确诊急性无力急髓炎 科学家分析后发现 这种疾病每隔一年爆发 2012年首次在加州发现病例后 2014年8月至12月之间 在34周共造成120人染病 2016年造成149人染病 2018年的确诊数目又在低增 急性无力急髓炎属于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相信由混合病毒所致 病毒会破坏急髓 削弱身体的肌肉和反射能力 造成年幼患者短暂甚至永久瘫痪 严重者会致死 病状与小儿麻痹症相似 至今未有根治的办法 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当地时间的2018年12月31号 1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 在雨中共同庆祝2019年到来 与一年前的严寒相比 这个新年夜比较温暖 但天空不作美 下午3点左右开始的降雨 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 不过人们庆祝新年的热情 并未因此减弱 不少从外地赶来的游客 当天上午就在时代广场 等待夜晚来临 23时59分 时报广场大屏幕 开始显示倒数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由2688块三角形水晶板 组成的主题为 天赐和谐的水晶球 缓缓落下 绚丽的烟火随之涨放 成为上万 写有新年愿望的彩色纸片 在空中飘洒 当水晶球落下时 球内3万2000多盏LED灯 一起点亮 绚丽的光芒 映入广场内百万观众的眼中 为打击不人道的宠物繁殖厂 加州规定 自2019年元旦起 宠物店仅能从救援机构 或收容所 取得犬猫和兔子的反售 加州州长布朗签署的 《宠物救助》 及收养法 于1月1日生效 这项法律规定 所有宠物店必须确认 所受宠物来自公共动物控制机构 收容所或救援组织 但民众仍可向私人四页 购买犬猫和兔子 这项法律意在鼓励 收养来自收容所的宠物 以杜绝有小狗工厂之称的 大规模的繁殖设施 这类设施的环境 往往极悲惨又不人道 法案获得众多动物福利机构力挺 美国爱护动物协会表示 光是2016年 美国收容所就将 约150万只动物安乐死 批评者则对这项法令 抱持疑虑 他们认为 宠物救助和收养法 将使民众更难寻得特定品种 若赶宠物店 恐将被迫卸业 从2019年1月1日开始 纽约市的药店将禁止销售香烟 或其他烟草产品 根据媒体报道 这一禁令还包括禁止超市和大卖厂等 含有药店的商店 贩卖香烟或其他烟草产品 纽约市卫生部门表示 这一改变将影响到 大约500家目前销售 烟草产品的药店 此外 早在新规出台之前 纽约市就已于8月底 开始禁止药店销售电子烟 有药店老板表示 香烟的销售会吸引一些顾客 也会让他们最终购买一些其他商品 政府不应该禁止某些商店销售 可以在别处购买的烟草产品 但卫生局副局长安吉尔表示 药店是促进健康的重要角色 加拿大方面 12月31日 安大略教育部部长宣布 对新版教育大纲的公众咨询已经结束 在赢得省选后 保守党政府废除了 由前任自由党政府制定的 2015年版的性教育大纲 并暂时在省内中小学 使用1998年版大纲 政府方面称 他们开通的网络 电话以及现场咨询 会帮助他们找到更多 在性教育问题之外的政策方向 据悉新版的教育大纲将会主要提高学生在科学与数学方面的成绩 提高标准化考试成绩 以及训练学生使用技术与获得实用技能的能力 政府预计会在2019年冬季公布公众的咨询结果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祝您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